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26日,Boxing Day 首先,这里有纽西兰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去我们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安部》和《三台沙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这个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全量出去 这一节就想讲一下澳洲 好像不停的,又有事情发生 这个就是根据博叔新闻集团的消息 他就说有9000星的澳洲精酿啤酒 其实在中国青关也是瘦了的 据悉,这批啤酒重达8,794公斤 制造商为澳洲的色尼啤酒公司 报道称这批啤酒 在中国港口城市下门青关市就受了 目前中方给出的理由是 产品标识不明确 其实正常的可能全部都是英文 之前 这个杜叔报纸也说 其实昆士兰 我们节目也说过 有一家牛肉厂 重达8300多公斤 即8.3吨 的毛骨和带骨牛肉 因为产品认证问题 都是在华入口就受了的 报道就说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不用说报道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中欧关系十分紧张 中国政府现在不可能忽略澳洲商品 自身存在任何问题 其实证明了一样的 澳洲商品自己都不是完全没问题 就不是好似百明汉那样说 即是说这没有问题的 Quality是一些质量问题都没有的 当然你说商标 但是商标不清晰的话 其实都是某个部分 某个深刻来说 都是等于你的质量做得不好 因为你整批货 没有认真地检查一下商标 标息清不清楚 澳洲农业专家 Simon Quilty 他就说 近来中国对进口货物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曾经中国人 愿意展示更加多的容忍度 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 但现在中国人对澳洲的善意索性无几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五珠 因为华为五珠 因为你监止中国人 梅度你的报纸 叫什么嘛 说中国病毒嘛 然后又叫中国的弟弟一定留在家里不要出来 之后还有就是当然最大事的就是这个19病毒 这个磨种要独立调查中国 源头在中国 他经常这么觉得 还有之后就最记得 那些梅度的报纸多无耻 就是明明是 大家记得 有些地方是有这个享用蝙蝠的 就是习惯的嘛 那张图是印尼的 他就配落中国的 中国说是武汉的 他说他很聪明的 他下面的一行细字 照片涉于印尼 都不相关的 其实他就说他就说我没有说你的 我下面写明的 你这么细行字是不是误到 基本上就是其实可以告他 但是这个国家是媒体的嘛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中国对澳洲的牛肉禁令 已经令到牛肉行业损失了几亿澳币 现在牛肉供应量大概少了四成 那么被禁的公司呢 其中很大比例呢 就在这四成里面的了 而且呢 将来可能禁得更加多 但肯定呢 怎么也有几亿的了 这个呢 是澳洲肉类协会首席执行官 叫Patrick Hutchison 说的 那么之前呢 澳洲政府都呼吁世卫 就是WTO调查 中国对澳洲大默的征税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前茅的部长 因为他就走了 一月头就走了 那么他就说 批评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大默征收80.5%关税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撑 所以呢 我们一定会将中国告到底 那么 之后呢 他就说 我们多次向中国 说 说出我们的担忧 现在 我们就需要独立调查机构仲裁 解决这个 纠纷 和他觉得这个最适合的做法 他说最适合这个做法呢 有些农民就 然后就 就 马叉声射起了 最适合的做法不是这样 最适合做法就是 识出善意 之后呢 好好去谈 因为你这样一搞呢 首先五年仲裁 之后如果中国上诉又五年十年了 五亿的话 那就五十亿 那之后百明汉呢 那之后他一个人骂他 那他就认败子了 他就前几天就承认了 是 仲裁和上诉呢 是需要几年时间的 在 罕灾之前呢 澳洲对华的大麦出口量呢 是有十亿的 因为我们罕灾 那这些呢 出口大麦呢 主要是给他们 养啤酒的 其实青岛是买了很多的 那他都这么说 那 人家问他 喂 那几年时间怎么办 他说 但是我们不可以 失去我们的价值 哎 那你就是 放了这些农民上桌而已 那你的价值 你的价 一个执政党的价值 是要令到 人民会得下去 其实 你现在你这样说法 就是 就是跟那些 说得衰点 跟那些邪教组织是没有分别 为了我们的价值一切 耶稣 就是为了我们的价值 我们要 点起一把火 一锅熟 那就是这样的 是很无耻的 所以其实 你想一下 之前其实呢 很多人都是担心 我说 一交去WTO 那就交几年 甚至十年 那就算 你赢了一场冠失 也要十年 那 这样 而且你这样 就是大张旗鼓 说我一定跟你对抗 到底会不会令到中澳关系更加恶化 那其他行业都是 大大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大麦不让你进入 啤酒也不让你进入 其实9000L的啤酒又不是很多 但是可能又是一个讯号 还有陆续有来 证明了有这么小的东西 他都开始是清关困难的时候 其他更加小的东西 会更加难 就是大东西更加不用说 但是其实用的就是清关困难 那又不用打官司 你试试打官司 其实是会不受理的 因为现在是用另一个方法来跟你说 就是等于这个日本 一听到北美又发生 这个封牛证的时候 日本第一件事就会禁你的牛肉 加拿大牛肉和美国牛肉 他第一件事这样做 当然你是催俱不住 禁年几两年 等你又要再和他聊 那种做法是一样的 他说不是我错 是你牛肉有事 那当然是要来保护他 用的方法也等于这个德国 他说这个Tesla 这个特斯拉说要在德国建这个厂 那他就说 找这个环保来搞你 搞到你鸡毛压血 森林里面有一斗蛇 你跟我搞定这斗冬眠蛇再说 那其实是变相是要来保护他自己的Volkswagen 大众汽车BMW那些情况 没错 所以其实现在都是 最少这13个产品都已经给中国征税 或者瘦了 牛肉 煤炭 铜 棉花 龍蝦糖 昨天我们说的 这个木材 圆木 还有 小麦 羊毛 高等教育 我们都说过了 高等教育 澳洲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市场 那当然了 现在就被加拿大和英国瓜分近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 那其实 大家都知道 中国放弃澳洲产品的规模是很巨大 还有大家都看到是一场纷争 起码持续三五七年 有些人说可能 之后突然转成 好友好或者更加敌对 但是无论 你转回友好的话 其实 这三 这三五年的 代价都是巨大的 是吧 尤其是那些小龙户 是吧 现在这样的龙虾商 就打算春节前后 这个新元旦前后 这样出口的 你想想哪一样的 不是打到你痛的 龙虾 是吧 大时大节 在中国的餐着上面应该都少不了 以前 那牛肉 牛扒 一些好的牛扒 还有就是 还有不用说的 当然就是葡萄酒 那 还有样东西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好像 中澳商会首席执行官 Nick Coin 他都说 澳洲企业是需要中国的 可以说 澳洲业界清清楚楚地知道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出口四成东西去中国 即是澳洲 你可以说他不重要吗 所以其实 这位Nick哥他都说 我们成员应该 他们更加希望 中澳关系在共同领域 像铁矿石 和其他重要的产品 会继续去输往中国 其实这个都符合大家的利益 但是现在搞成这样 这个Sidney Beer 其实暂时来说他就没有什么官方的声明 其实有时候可能 你发一些官方声明 事情更加糟糕 因为一变了国际事件 其实有些 其实我觉得西人 做生意的人都是聪明的 你想想如果好像那些香港王人 那样按摩摩 那什么都说肥盈我来帮我 什么都变成国际事件 你就等于无得慢 比如这样 我现在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很惨的红酒业 是吧 那奔赋 这个抚一旗下奔赋已经是 喵喵喵的了 那么最新的调查 就是这个业者 就是红酒业的业者 就说随着 中澳关系 有大陆业务的农业公司 最主要就是葡萄种植商 会大幅裁员 有73%的葡萄酒业 相关人员担心会失业 这个就是根据澳洲总商会 在今年9月到11月底的调查 对46家最大的农业企业 有个半的受访者认为 出口减少会导致工作机会流失 其中葡萄业的业者是最害怕的 超过73%的人担心会失业 还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将所谓的产业多样化 就是大陆以外的市场 找到其他的买家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 导致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就是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不用说过很多次 还有就是以国安名义審查外国投资 其实就是審查中国的投资 之后对此 澳洲商工总会调查 有超过一半的人 是不同意 或者强烈不同意 澳洲当局 加强審查外资 因为他觉得会失去很多外资 而投资失去工作机会 其实压力是越来越重的 是啊 但是 但是 现在的 是舆论的压力 就保住 是舆论那方面 是保得住摩总 但是实际上 他的党内 我相信都有不少压力 这么说 嗯 因为你属于右派政府的话 通常都是和商家比较好些 嗯 所以之前 我都说过了 就是其实他内部 都是说 我这样了 大哥 我们的选票都很多 大家知道其实 尤其是西方国家 很多都是靠 带商家的 投资 不是投资是捐款 直接说就是 所以 之前有位叫做Joyce的政客 其实他就是这个澳洲国家党的前副领导人 他都这么说 他说 你和中国 因为其实他是国家党 其实就代表商家的利益多些 因为执政联盟 其实是两个党的 就是澳洲自由党和澳洲国家党的 就叫做 我们现在是执政联盟 就是这样的 有些就叫联盟党 他就是同一个联盟的人都说 喂 你说这么多都没用了 你就算把中国告成什么 他都是 人家都是硬起来 他就是硬起来 根本没用的 事实都是 但是搞下去 会不会执政联盟 会来一次分裂呢 就是如果这么说 现在也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也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是 是的 因为其实 因为右派政党 其实都很像香港的建制派 有些是代表工人 就是工联会 有些是代表大商家 就是那些什么动力那些 是吧 那些自由党那些 哈哈 所以其实 都很像 其实一个 建制里面的党 就是香港 其实都是很多个派 当然 现在执政联盟是散散的 因为你这样搞 那 刚才说的那位 Nick生 其实他都说 现在 整个澳洲的出口业 真的很担心大量裁员 尤其是葡萄酒行业 那么 大陆澳洲商会 Ostkamp China的副主席 Tommy Ludwig 他都说 澳洲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收紧外资审查的决定 会产生连锁反应 加上中澳关系恶化 预计 现在他想得更大事 他就想着可能 在大陆的澳洲企业 投资和贸易 都会面临困难 就是这样说 你令到中国企业困难 其实澳洲企业 都可能会在大陆有困难 虽然现在暂时就没看到 但是他会担心 还有这样说 从纯粹贸易角度来看 中澳你说会不会 好像美国这样 陷入多方谈判的贸易战 我觉得不会 因为 我觉得澳洲和大陆的实力 相差太远 太远殊 应该是说都没得说 因为澳洲在大陆的 入口太少 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所以你说贸易战是假的 他根本没得打 这个也是澳洲 澳洲经济学人的分布分析师说的 他说根本是没得打的 但是没办法 现在他说这个政府 他就比较喜欢玩政治 所以基本上 就令到 看上去他是人气急升的 但是你说 后续的东西对国家有利还是没利 他都会打个大问号 整个国家只可以这么说 就是自求多福 尤其是以前是专卖东西的 澳洲 现在他都说是继续买 但是打算找越南 最好笑是他说找台湾 但二千四百万人口可以怎么样 而且你台湾那个文化是不同的 就是中国是有一种 怎么说 你外国东西进来 是会比较高价的情况 但是台湾是做不到的 很明显 始终市场比较小的 一例市场比较小 第二那个 他是不觉得 就是大家想想 你当他说要买这个 美国的猪都可以搞到 吵架这么厉害的地方 是 那 何况你说红酒 我需不需要那么多红酒呢 都是一个问题 还有水果这个更好笑 水果 因为其实台湾都产很多芒果 澳洲产很多芒果 香蕉也是 其实很多东西是重复了的 是啊 太多商品上太多重复性 而且说我需不需要 有没有这种喝红酒的文化在这里呢 台湾 哇 喝红酒 很厉害的 是很少数 你所需要 200瓶 之后有没有后续 是啊 没有的 因为那个文化不在这里 中国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从事商业 可能喝多一点 我们经常说的 比较大气一点 是啊 我们需要大气 因为台湾没有这个需要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这个文化土壤在这里 而且说 咦咦 我要多入一些澳洲的水果 喂 你民进党是炒什么起家的 是啊 他们正式农村包围城市 哈哈 他这样会不行的 南部的票里有吗 这么说 是啊 是 所以其实都是一句空话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先拜拜 拜拜 拜拜